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尼克的频道 带你行走北京 这两天北京的防控政策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比如说进一些超市写字楼 这些地方呢就除了一些特殊的地方 其他地方基本上都不需要查验核酸48小时了 只需要你扫码登记一下 然后据说呢这两天在北京做核酸的结果 也很难出来 是因为石混一阳性的特别特别多 所以他只要一石混一原来不就立马通知你 然后就封送你这个单元 现在已经封不过来了 说就不通知了也不给你结果了 你自己要再查你不是就没出结果吗 然后你要再去做 或者你去做单管的 然后如果出来你自己是阳性的 你就得去居家 或者是一个什么情况你就得应对了 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政策是越来越松了 但实际上明白人我觉得都知道这种松的政策 带来的面临的一个结果 就是真的就是你身边得养的朋友越来越多 最近就流传那么一句话 说你如果你身边你认识的朋友都没有 你还不知道你认识的朋友得养 说明你的社交范围太窄了 这也就是一个全体免疫的过程 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蛮危险的 哎呀所以现在基本上还是尽量少出门 而且呢尽量的不走公路交通不去扎堆 看有没有恢复啊这里家开门了 这里家工芥店 卖衣服开门了 这个餐饮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啊礼饭店开门了 这家果书仙开门了 买卖小哥从里头吃餐 这一家艺术培训机构还没有开门 不让老师倒闭了呢 还是还在坚持 这一家店 修饺了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里头都在重新装修了 所以其实之前跟大家修过的苏宁易购 早已经关门下一次了 啊这个地方是在招商中心 这一家服装店也开不下水楼 哎呀关门了 这是一家卖馒头的开着呢 卖奶茶的开着呢 但这个景物服务工作室还挺动的 和一个盲人按摩震骨推拿 艾舟调理服疗修脚在一起 哈哈 啊 不知道是谁站着谁的地儿的 前面几期视频也都跟大家说过 路上的明显车多了 人多了 都说在逐步的恢复 呃但是实际上这种逐步的恢复期 对于现在的北京或者是整个中国来 讲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呃就是之前都是很严密的这种 这种管理都需要你去做核酸 然后都把你聚在家里头 但是你现在呢他不需要你做核酸 很多地方不查核酸证明你就能去 那你就不知道你自己身边的 人是不是潜在的危险 对吧然后呢呃他们可能 比如说在一些公共场合他又不戴口罩 又不注意卫生 而且加上中国人口有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开始到未来的一年 是中国这种感染率会只暴增的一个时间 然后可能他们就说你这要达到这种全民免疫的话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得一遍 哎呀 虽然虽然说现在的这种 就是即便你得了新冠之后 你的这个症状可能会比较轻 但是这个这个新冠咱们就实话实说 这个病毒对吧 它的来源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的 后面有没有副作用真的就不好说 有没有带来一些负的 其他的反应真的不好说 然后你包括之前中国打的那个疫苗 科兴的这个疫苗 然后前段前有出来一个新闻就说北京卫健委那个主任 不是被抓了 然后通报他那个被抓的新闻就说 他接受科兴公司的这种贿赂 啊 疫苗公司都是向他贿赂 那你说这个疫苗 能好吗 而且据说就是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中国的医院里头的冠心病的血栓的 白血病的这种病例是急增 但是现在的医疗这种环境啊特别差 很多医院都不开 很多就是等着要看病的人都看不上 所以真的是蛮忧心的啊 虽然可能前一阵我们是闹心被关在家里头 哎呀肯定不方便啊怎么怎么 但是世界上打开之后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现在一步一步靠近 但是很多人可能并没有那么在意 其实在北京还好 就是大部分人都出门会戴口罩 但是说在中国那些其他地方 就基本上很多人都已经不戴口罩了 就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呢 比如说在中国的网络上 它又出现这样的声音 就是很多人就出来说 戴口罩就可以影响你 会让你长期戴口罩的话 你会得什么肺结结 还是怎么怎么着的 就是反而是会对你身体造成损害的 然后又会有一个专家出来说 是不会的 所以就是这种信息好像是满天飞 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也不知道哪一个说的是对的 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一个政府 它缺乏这种公信力 它没有一个很权威的 是吧 就是专家也好啊 权威的人士出来 能够让所有的受众信的 这么一个说法 之前好不容易上海的 张翁红教授 大家都很信他 结果你看现在张翁红 已经没有任何声音了 包括周恩山院士 他也没有任何声音 然后反而是各种专家就冒出来了 哎呀 冬天真的来了 真的是冬天来了 这个冬天真的不知道要过多久 而且马上 今天现在是时尚一份 一月份就中国的春节 如果有这种流动性的话 真的不认可 下次 bursts 好